今天凌晨进行的伦敦奥运会女子个人重剑铜牌赛中 我国女将孙玉杰发挥出色 为中国队再添一枚铜牌 这也是中国女子重剑队在奥运会历史上拿到的首枚奖牌 比赛中 孙玉杰的对手为韩国选手申亚兰 双方在前两个回合以9比9打平 而在第三个回合中 孙玉杰一直占据的主动权 从11比11开始连中四箭没有给申亚兰任何的机会 直接以15比11拿下比赛 感谢观看